這隻遊艇是為了要典現 在外面的地績 就要典造的 曾在為台南岸邊 運氣來學長 今天要將這隻遊艇 安地又好 到時候就可以提供民眾欣賞、欣賞 2014台灣燈會在南投 南投縣的觀光業者 都非常的熱烈來參與 在觀光燈區 除了有23個各種觀光企業 包括觀光工廠、住宿 還有遊樂企業者來共襄盛舉 特別是日夜潭的遊艇公司 碼頭飯店公司 也提供了一艘實體的日夜潭 全新的遊艇 到這邊來展示 將會以愛知船的方式來做布展 配合2014愛你儀式 2月14號西洋情人節 這樣一個浪漫氣氛 所以在愛知船的邊上 我們也佈置了一個觀景台 跟拍照點 留下你永恆的一個記憶 這隻愛知船等有21公車 看有4.5、4公車 總檔有15噸 用了兩台搬那車跟兩台丟車 經過兩、三點前在安地完成的 相信這隻愛知船 一定的生活在電池裡面 我們設計的理念是以金藥碼頭、馬藥南投 作為今年的一個設計的主軸 不僅讓所有台灣甚至世界的旅客 能夠更認識台灣南投日月潭 更希望藉由日月潭的帶動 能夠讓南投的觀光更蓬勃發展 金藥碼頭也能夠帶動起台灣的經濟 能夠讓在新的一年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希望 昂首擴步向前 這次的2014年台灣電池 古電池都將南投 種種的電線展現出來 希望踏過這次的電池